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保罗重生归主的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后来是成为神大大重用的一个仆人 那神使用他不但是将这个福音传到这个外邦世界 然后也借着他也启示了圣经里面起码有13本书 新约 新约里面的13本书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神这么重用一个使徒 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 那我们的确是看到 他在重生归主的时候 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 就有这个大光 然后招摇他 然后神就向他显现 这是一般人没有的经历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哥林多厚书十二章的时候 也讲到他曾经去过哪里 去过三成天 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听见一些隐秘的言语 那个不是人的口能够说的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神重用的人 就很容易关注他的一些特别的经历 但是各位要知道 保罗生命的这个建立 然后他服侍主的这个恩高 他都是与我们的信徒 我们中信徒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信徒都一样的 要经过那个成长的道路 那保罗也是一样 也是这样经过 然后怎样的一样呢 跟我们怎样的一样呢 那就是他需要和中之体 成为一主一信一喜的那个关系 然后在中信徒之间 然后我们彼此建立 彼此服侍 所以我们在这个 《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 在这个重生预见组之后 他就马上到与这个大马士革的 这些肢体们 弟兄姐妹们一起居住 然后一起的彼此建立 然后也一起的服侍 然后就过上了这个基督徒信仰的生活 那这个就是 新生命所带来的一个新生活 新生活 新生命新生活 新生活就包括什么 是与中之体 中生徒一起成长 一起服侍 这个就是新生活 所以我们看见 保罗被带进了 这个新生命新生活 还有和中之体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是透过谁的工作 透过一个门徒 亚拿尼亚 亚拿尼亚 当然这个名字在第五章的时候 有出现过 但是不是同一个人 那神就差遣 大马士革的这个门徒 亚拿尼亚 为保罗祷告 然后就按手在他身上 然后就使他能够看见 那原来在保罗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 看见这个大光 大光照耀之后 他的眼睛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然后他三天也不能吃 不能喝 然后他进入一个 非常的 破碎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三天里面 他是不断地向神祷告 然后当亚拿尼亚 按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好像这样 有灵掉下来 然后之后 他就能够看见了 然后他马上就受洗 受了 灵受了洗礼 然后就开始吃饭 然后他身体就 健壮起来 这个就好像怎样 就好像一个人在经过一个大悔改之后 有一种什么 死而复活的症状 在他的这个肉身上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神要用这个亚拿尼亚 这样的人 来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因为亚拿尼亚也不是使徒 也不是先知 也不是牧师 也不是什么宣教师 甚至 也连一个教会的执事也不是 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然后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门徒 然后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 这样 当时指的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神要 透过 为什么要使用他 神要使用他 那因为神要透过这些 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 就是我们不要认为 有伟大职分的人 才能够做伟大的事 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好像都会关注一些 有职分的人 比如说牧师 传道 长老 甚至还有一些教会是 关注一些职分是 不符合圣经的 比如 先知 使徒 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 所以各位 这里要讲的是 不在于这些职分 不在于这些职分 神要使用我们 只在于我们是否是一个 忠心跟从主的门徒 阿们 所以每一个信徒 都能够为主 做伟大的事情 这个是第一 然后第二 神用亚拿尼亚的 第二个理由 想必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真的 听从主的一个门徒 所以当主向 亚拿尼亚显明的时候 就跟他讲 你往那个地方去 去找这个大树的扫罗 然后你为他按手 这个时候 那他有没有挣扎 他有没有挣扎 那如果各位读了 今天的经文 各位就知道 他是有挣扎的 因为亚拿尼亚知道 扫罗来大马士哥 是要做梦的 原本是要逼迫 这里的基督徒 所以耶路撒冷 大马士哥的教会 都知道 扫罗是带着 那个凶杀的意念 他是要来逼迫 逼迫这里的信徒 但是神向亚拿尼亚 说明他的旨意的时候 那亚拿尼亚就去了 因为他就 他晓得主 必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跟从主的人 必定有自己的挣扎 但是门徒 追踪 还是会听从主 门徒经过着梁 经过查验 经过祷告 经过挣扎 最后还是听从主 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 我们跟从主的时候 不会有挣扎 然后不会有疑惑 这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人性 本是软弱的 所以我们有着急的时候 我们有惧怕的时候 但是我们会不断地 在这个当中 我们求问主 然后最后我们 听从主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一个门徒 最后是讲 他不会保持中立 上次我们有讲过 中间人 最后一个门徒是 所以一个门徒 最后是不会保持中立 那今天很多人就是 中立 不前进也不后退 站坐不动就最好 所以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神要用 所以神要用一个 很普通的 听见主的声音 然后也跟从主的人 这是神要用的人 所以我们都要成为一个 亚拿尼亚 一个跟从主的门徒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扫罗是 怎样得着 这个亚拿尼亚的福士 那我们看这个 《使徒行传》第九章 那第九章之前有讲到的时候 扫罗他是 散热不能看见 不能吃也不能喝 那我们现在看 《使徒行传》九章十节 我们一起读 当下在大马士革 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意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我在这里 所以各位 他说 我在这里 所以他就是 他是ready了 他是预备好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里看见 从扫罗 看见大光之后 那忽然间那个 焦点 整个的focus 焦点 就转到了 亚拿尼亚的身上 这里说是 当下 大马士革 有一个门徒 所以各位读到 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默想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神主宰一切 掌管一切 策划一切 那为什么 在扫罗 将要进 大马士革城的时候 才向他显现 为什么不在 耶路撒冷 为什么不在 其他的地方 为什么 那各位 这个如果我们 默想了 那一个很简单的 理由是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 神是这样定罗 但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神也一定 有他的一个理由 对不对 就是 就是什么 那我们看到 这一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 在大马士革城里面 有一个听从主 神也要中庸的 亚拿尼亚 这个是神的一个理由 然后在这个城里面 亚拿尼亚不但是听从主 为保罗安守祷告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过后也看见 他还是在保罗在新主之后 给他安守 然后也给他施洗 然后给他赐的那个人 所以相信这个也是 亚拿尼亚 相信也是 亚拿尼亚把保罗 带到整个大马士革的教会里面 然后再 把他带进这个群众里面 让他在教会里面成长 当然我们要看今天 今天我们 有些人是服侍 或者牧养人的时候 是总的 只懂得 为他安守祷告 但是 不懂得 把他带进入 教会里面 然后再教会成长 所以各位 我们看如果 亚拿尼亚 那时候只是为他 为保罗安守祷告 祷告了一下 然后就完了 然后 这个扫罗的生命的成长 又怎么能够前进呢 所以这个 所以他一定 他在安守祷告之后 他一定是要 受洗之后 他一定是要与 终圣徒 一起的成长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真的 预备好 要做主的工作 我们不能只做一半 我们要从头到尾 有始有终的 把主的工作做成 这个是整个 整个 我们讲 一套 整套 所以 使徒新传 九章十一节 我们再看 主对他说 起来 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真祷告 所以 主讲这句话很重要 你们起来 起来 arise 往很重要的方向去 然后我们看见 扫罗正在什么 扫罗在祷告 扫罗在祷告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看十二节 OK 各位发现了 在这里 神用异象 向亚拿尼亚写明的 是非常的细密 非常的详细 那 主就跟他讲 你到直接去 那个犹大的家里 有一个名叫 扫罗 然后他正在做什么 他在祷告 甚至他在祷告中 看见什么 他在祷告中 看见你 所以 你就过去 给他按手 神就这样 很细密地 跟亚拿尼亚讲 然后各位 有没有发现 我们可以用 这个 三方面 来讲 神是怎样 只是 亚拿尼亚 那第一 神说 你往哪里去 你往哪里去 然后第二 你会看见什么 然后第三 你要怎么做 你该做什么 所以这个 这里有三方面 各位 这个是通常 上帝像一个传福音者 或者服侍他的人 继续显明的 这三个方面 那先说 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地去说明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事 也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 有挑战的事情 因为亚拿尼亚 他知道扫罗是谁 他已经听错了 他就是一个什么 凶杀的意念 残害教会的人 所以各位 从这个地方 我们要掌握 这个圣经 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这个不单单是一个的事件 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然后也结合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信仰的经历 那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面对这些危险的事 难做的事 的时候 上帝通常都会很细密地 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 然后也一步一步地 在那过程中 向我们显明 所以当然在那过程中 是有 是有惧怕 是有挣扎 是有难处 有挑战 甚至有时候 有属灵征战 但是 当我们关注主 我们仰望主的时候 主就向我们 显明 所以一步一步地 在过程中显明 所以我们对主的信心 就是这样的 建立起来 我们的灵性的成长 灵命的成长 我们服侍主的成熟老念 也是这样的 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过程就叫做什么 这个过程叫做炼镜 炼镜 所以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 神一定会炼镜我们 这是为了要预备我们 来做主的圣工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 主在这个意向里面 那么细密地 来指示亚拿尼亚 那另外我们 也要思想 这个十六新传 九章十一十二节 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见神 指示这个亚拿尼亚的时候 你到这个人的家去的时候 你会看见这个大树的扫罗 那他正在祷告 各位 他讲什么 他正在祷告 那从这句话 你有没有感觉到 圣灵要讲的是 这个扫罗变了 变了 以前从一个口吐 威胁凶杀的话的人 现在变成什么 一个很谦和 呼求主的人 从这里就看见 从一个凶暴的狮子 变成了一个 柔和天顺的绵羊 所以我们就看到 当然我们不是说 扫罗在做法利赛人的时候 他没有祷告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 祷告是很厉害的 十字路口 那个街头 就常常祷告 法利赛人是 大家都知道是很敬虔的 他们一个礼拜 有两次禁食 然后每一次禁食的时候 也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神 不约纳 不约纳他们的祷告 因为他们是 自义 自义的祷告 所以就是神 你看我为你做了什么什么 这样 这种祷告 所以这个自义的祷告 之前自义的祷告 跟他现在重生归主 然后与神和好之后的祷告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三天的祷告 那么可能有一些人会说 扫罗正在祷告什么 三天这样祷告 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当然这三天不能吃 不能喝 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他到底是祷告什么 圣经没有讲 但是我们自己默想 我们自己领悟 主的话 尤其是扫罗在那 大马四哥 看见大光 然后他遇见神 神向他显明之后 那你们想想 他三天不能吃不能喝 他的祷告会是怎样的 各位想一想 他的祷告会是怎样 那这里有几样 我们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 最有可能的是 他是不断地 因为自己的罪 而懊悔的那种祷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当然的 扫罗想不到原来 自己所逼迫的人 就是他一生敬拜的那位神 他就做了这个事 他犯了这个大罪 那各位你想一个人 真正的悔改是怎样 那他一定不是那一生间 主啊 sorry啊 主 我很后悔 我做了那个事情 然后就算了 不是这样 他是三天三夜 他一定是不断地在沉思 然后一定不断地在反省 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一步 所以真正的悔改 就好像我们大卫 在这个诗篇139篇所说的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求你思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所以这个当中 这个大悔改 这个悔改的当中 我们是一直 求主监察 自己也监察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的错 是在哪里 就知道我们 很多的时候 有那么多 那么的骄傲 那么的自意 那么的自我 那么的自恃 所以各位 我们再说一遍 我们真正 懊悔的祷告 不单单是 为着那件事情 后悔 那很多人 每次是做错 事情的时候 哎呀 我很后悔 做那件事情 那其实各位 你后悔 做那件事情 是没有用的 真正的悔改是 你要想 为什么我 做那件事情 我做那件事情 的时候 我的心境是怎样 那到底有什么东西 处使我 或者有什么信念 处使我 去做那件事情 然后你在这个 整个的懊悔当中 圣灵 会向你显明 然后你就发现 你的内心 是多么的 丑陋 你内心的动机 是多么的丑陋 所以 之前你以为自己 我为主做了什么 了不起这样 但是你懊悔 你知错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 里面的那个人 那个监察 那个悔改 这个才是神要听的 各位明白吗 那你有这样的 懊悔之后 你就不会继续 再犯一样的错 所以亲爱的 基兄姐妹 所以保罗他 在提摩台前书 第一章 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就讲 原来我以前是 亵渎神的 我是逼迫人的 我是误慢人的 但是 我 蒙了 怜悯 这个是在 提摩台前书 第一章的时候 所以他信主 很多年之后 他信主的这个过程 这个悔改的经历 一直就刻印在 他的心里面 所以这三天的祷告 是那么的重要 这个悔改的祷告 所以另外我们也相信 他在这个祷告当中 他也不断地寻求主 就是 主啊 我要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 所以我们真正悔改的人 是不会留在 一种 懊悔的感觉 那种 那种 feeling 那种 懊悔的心境 而已 所以我们里面 懊悔的同时 也会一直问 主啊 我应该要做什么 我心的方向 是什么 所以要做的 要做的 要顺服的 所以悔改的结果 就是 顺服 所以不只是 留在那种 懊悔的感觉而已 所以这个是第二 那我们再看第三 那我们也相信 在这个三天里面 保罗祷告的里面 同时也是慢慢向 主 慢慢地发出一个赞美 那为什么呢 那因为他真实的悔改 他蒙了怜悯 那人蒙了怜悯之后 是与神真的和好 然后 与神和好 就是一定会向主 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察言 我们的心境 是一定有改变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像神祷告 摔跤 跟神 argue 辩论什么 那这个不是 不是 苦了 又苦 而苦了 更苦 不是这样 而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这个 祷告的当中 我们转向神的 神 主释放我们的心 祂用少年 再一次地 接纳我们 帮助我们 然后把我们 扶持起来的 所以这个 感谢主 感谢主 是这样的 所以有这个 有这个三样东西 要悔改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 悔改什么 然后之后 做什么 然后你悔改之后 你的心境 是什么 所以这三样 所以保罗这三天 三夜的 祷告里面 就是有 这三样东西 然后在这里 有一个 事情要多提到的 就是 因为有些人 读到这个 经文的时候 会问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晓得 保罗跟这个 亚拿尼亚 他们都是各自 有看到一个异象 保罗也看到一个 叫亚拿尼亚的 来给他按守 然后亚拿尼亚 自己也看到 那个异象 所以那么神在 保罗这个悔改 破碎的 这个祷告里面 他就应许 这个亚拿尼亚 来按守 在他的身上 然后他就会看见 所以这个 意志的应许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问 那今天 上帝会不会用 这样的方式 来向我们显明 这个也是 今天很多人会问的 会不会 那今天你祷告的时候 会不会忽然间 看到一个异象 然后主耶稣 就向你显明 这样 会不会 或者 你起来 你upgrade 去找那个人 向他传福音 那有这样的东西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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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各位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那我们的答案是 神要做的话 他都能做 他都能做 但是神如果 要做一样事情 做那个事情的意义 在哪里 我们要晓得 当时 神完整的心意 神那个救赎的计划 和他要带领 引导信徒的旨意 还没有完全的显明 就是在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 圣经66章 还没有写完 对不对 所以各位 神还没有把这个心意 完全的显明之前 然后神会用这种 幻象 异象 或者肉耳听到 肉眼看到的 这种向人显现 是很普遍的 那时候 那时候还是有的 因为神是要向他 指明显明的神 但是各位 你要知道 当这个圣经 已经写完了 现在已经写完了 写完了那么久了 对不对 那神还有没有必要 向信徒 以这种超自然的方式 向他们显明呢 如果现在 忽然间向你显明的话 那你要听 那个一项里面 他跟你讲的话 还是你要读 圣经里面的话 这个就 不懂要怎么做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们一定要明白 有时我们人在 这个痛苦 在脆弱的时候 有苦难的时候 有时我们的心灵 很脆弱的时候 我们很想直接就看到 听到 神向我们显现 神向我们显现 因为我现在这个病 很痛苦 这样 然后神说 你放心 有人来给你安守 然后今天你的高血压 会降落 你的糖尿病会好 然后你身上的什么病 都会得医治 这样 所以你要听到 你要听到这个声音吗 你是希望要听到这个声音 还是各位 今天你翻开 神所启示的话 翻开圣经 神所启示的话 然后你已经看到了 你已经明白了 主啊 终身徒已经为我祷告了 那你没有医治我 但是你的恩典 是够我用的 你的能力 在我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然后你就想 然后我虽然有这个痛苦 有这个病痛 但是我还是能够去教会 我还是能够 为主做见证 我还是能够牧养 兄弟姐妹 甚至用我的这个软弱 来安慰许多人 各位是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 如果你没有读圣经 你只是一直想要找一个解脱 然后在你的情况 在你的家庭 婚姻 而你的问题上 然后你一直要找 一直要听一个声音 那各位 这个在某方面来讲 是不健康的 因为你没有回到神 已经启示了的话语 然后你一直要被那个 要被那个触动 你一直要被一种声音吸引 那各位弟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追求这些东西 不要追求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声音 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你却把你的那个依靠 就放在你听到的 那个声音上面 这个是不健康的 就好像现在我们 如果是打开 那个社交媒体 那个互联网 网站网页 然后你就会看到 甚至是基督教里面的 一些的机构 他们总是分享一些 见证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样 他又听到那个声音 然后或者 他看到那个漂亮的女人 然后就是知道神说 他要成为你的妻子 这样 然后很多没有结婚的人 就抓住这个 我也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所以各位 那难道神没有告诉你 你应该是要怎样 等候他吗 你应该要怎样去选配偶吗 神都告诉了 所以各位 当这样的这种见证 一多起来的时候 其实对信徒的灵命 是没有帮助的 反而是时常把人 放在一种 不切实际的光景里面 就叫人家 不用去读圣经 然后就一直等候 听一些什么声音 看到一些什么的幻象 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我们在讲 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一点一点这样的讲 然后一点一点的解释 因为使徒行传里面 有很多关于 这些神迹 奇事 幻象的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解释 这个的教义 那为什么有 为什么没有 那为什么减少了 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 后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再也没有那种 超自然的神迹出现了 没有了 那后面只有讲到什么 只有讲到保罗的苦难 然后保罗在苦难里面 怎样的传福音 后面只有讲到这样 所以各位你要明白 神要高举的 是祂要启示的这个道 所以以后再有这个 后面我们看到 神迹 奇事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 多讲这方面 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在这里 所以我们还是来回到 这个圣经里面 上帝无物无妙的 这个奇事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使徒行传 9章13节 那我们一起读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 有上 多多爱你的事 敬虚 这里有从 奇事长得来的 全病 捆绑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好 我们读到这 所以从这里 我们知道 亚拿尼亚的压力 我们也知道 当时的扫罗是 破坏 逼迫教会的工作 是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管方 他对亚拿尼亚来说 你现在要去找他 好像有一点什么 字头罗王 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 亚拿尼亚的 这个顾虑那时候 但是神并没有跟 亚拿尼亚 细说 没有跟他讲 扫罗在大马士革 然后被光照耀 然后向他显明 神都没有跟他讲 所以神要亚拿尼亚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跟从主 所以当然亚拿尼亚 也这么做了 那神怎么回应亚拿尼亚呢 我们再看十五节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是我所拣选的事 要宰我一帮人和君王 并以四连便 欠仰我的名 十六节 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生许多的苦难 所以这句话 在整个使徒行传 在保罗的身上 也都实现得出来 那我们看到这两节话里面 有两个 三个很简单的信息 那第一 神说什么 神说你只管去 它是我拣选的器皿 各位这边最重要的 那个词是什么 拣选 那扫罗是神拣选的 拣选的器皿 所以很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 器皿 我们都是器皿 是神拣选的 不是人拣选的 也不是我们人推荐 或者我们举荐自己 不是 那如果神没有拣选一个器皿 那无论多有才华 神都不能用它的 各位要明白这个 那么 我们问 神拣选的器皿 是一个怎样的器皿 那头一个条件 就是 他必须 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 那一个没有被神 重生得救的人 神怎么能够用它呢 那各位一定要 各位 要记得 在旧约 可能没有重生的人 然后那个神的灵 就灵到他的身上 然后他就说了一些预言 他做了一些事情 或者忽然间 他很有力量 这个在旧约可能都有 但是在信约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 圣灵降临了 圣灵拯救了 神拯救的人 神也使用他 所以神只使用 他拯救的人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从这里我们知道 神是用一个人 是在救恩里面的 不是在救恩外面的 所以今天教会 我们也要明白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 不要只是看一个人 有才华 很能干 然后他也没有 抗拒基督教 他也觉得基督教很好 但是他是没有重生 没有受洗 没有得救 但是就用它 所以这样做的话 就不是按照 主的原则而做 这个我们先要明白 然后第二 这里说 一个器皿 这个器皿要怎样传福音 这里讲到什么 神要怎么用它 一个人被用在 什么的用途 用在什么地方 什么的途径 那个是神定的 所以我们通常的问题 是什么 我们人的问题就是 神要在这个方面用我 但是我偏偏 不要 我要另外一个地方 被他用 就好像以前你问我 如果上来讲到 我不要 你叫我唱歌可以 所以 如果我们是这样 我们就不但给自己 很多痛苦 然后也给旁边的人 也很多的困惑 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 一定要问 主啊 你要在哪方面用我 这是我们问主的 要哪方面用我 然后在那个地方寻找 那神就一定会在 那个地方 为我们开路 然后也会让你 遇见 看见他所预备的 那个金框 那当然你就会知道 圣灵的引导 就是在这个地方 显明出来的 显明出来的 我们要如何 怎样被用 那第三 那神要用的器皿 在这里说什么 那必须受过 炼净 那主说 我必只是他 然后他会为我的名 受很多的苦难 神就这样讲了 那很奇妙 少罗原来在大马士革 是要逼迫这些 新基督的名的人 然后现在 他要为这个名 受苦难 所以是翻转了 所以我们这么说 苦难是 传道人 必定要承受 苦难是传道人 必定要承受的 就是传道的人 必定要承受的 所以传道的人 你们也是 不要只看着我们 好像很可怜的样子 那你们也是传道的人 你们也是传福音的人 所以有一些的苦难 各位也是要经历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福音之道 是人的罪性 所抗拒的 福音是冒犯人的 所以你要传这个道 你要传人的罪 你要传这个唯一的救主 这个是 人心不喜欢的 各位要明白 人心不喜欢 你讲他的罪 人心喜欢 信神要很多的选择 我要信这个又可以 我要信那个又可以 我按我的意思 我想信谁就谁 人是这样的 人不喜欢听 天下只有一个名 只有一个名 你们可以靠着得救 只有一个人不喜欢听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 承受这个传福音的压力 或者这个逼迫的话 那很可能各位要查验一下 你传的福音跟世界的道理 可能差不多一样 你讲的道就差不多 跟这个世界的心理学 一些道德伦理是一样的 那跟世界的一些社会学 一些社会的福音 差不多一样 那当然这样就没有人会逼迫你 对不对 都一样 当然这个 你要明白我们是 传了福音之后 信了福音 然后我们会有 会有善行 会有善行 然后之后为一些社区 为一些贫苦的人 做一些的服饰 然后渐渐会出现 一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各位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要明白 这个不是福音本身 这个是什么 做这种善行好行为的时候 这个是福音的结果 这个是一个by product 是一个副产品 那是你信了主之后 主筛派你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不是你要传的那个福音 各位你要传的那个福音是什么 我们要传的福音 那个是叫人悔改 归向主的福音 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 相信祂的人 所以这个大能 要临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是这样 破碎 要破碎那个人 然后叫他与主同时同复活 所以大家 如果大概你传这个福音 然后大家大概奉承你一下 基督教好啊 好啊 也帮助人这样 我也来参啊 我也来参与一份 这种好啊 然后你也好啊 你也来啦 你也来一起来这样 一起来这样做主的工作的时候 主的工作是不会增长的 各位要明白 那你会发现这样做下去 会很混杂 很不纯真 福音就不纯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这三个信息 神拣选的器皿 神要用那个器皿 然后炼镜 那个器皿 所以很重要 我们是器皿 那陶酱要怎么用 我们就让它使用 这个就是最好的 那我们再看 十六新章九章十七节 亚拿尼亚就去了 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我们读到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 亚拿尼亚就去了 马上就顺服了 然后就按手在扫罗身上 说什么 兄弟扫罗 Brother soul 各位看到吗 兄弟扫罗 然后在这里 我们马上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 你们想想那时候 扫罗的眼睛是瞎的 看不见 那我想 亚拿尼亚这时候 是一定带着一个 谦和温柔的笑容 面孔 然后来祝福这个 主要祝福的人 然后扫罗看不见 他的表情 只是感受到 他按手的那个压力 然后神的全病 就透过亚拿尼亚 在这个扫罗的身上 显明 彰显 然后注意他叫他什么 兄弟扫罗 Brother soul 就是主你的 主内的弟兄 然后亚拿尼亚 就跟他讲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的主 就是耶稣祷发 我来叫你能看见 各位透过这句话 我们马上知道什么 他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 然后那位在路上 听见的 扫罗听见的 再意思给他 做一个印证 所以这里有一个意思是 亚拿尼亚 说什么 一个意思就是 我是他差遣而来 为你做这件事的 这个一个很 清晰的一个 信息 message 所以亚拿尼亚是 扫罗见到的 第一个信徒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一个 新的关系 新的关系的产生 保罗在这里 得到一个新的关系 跟另外一个 基督徒的一个关系 那虽然亚拿尼亚 是被 差遣而来的 但神的确是 借助 另外一个信徒 来做这个 成就这个重要的事 神不是通过 一个陌生人来做 不是通过陌生人 来做这个神功 乃是透过和我们一样的 一主一信一喜 一父一灵的基督徒 来做这个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生命的建造 我们被服侍 我们被医治 这个过程当然 神也是借助 另外一个肢体 主内的肢体 来完成的 所以 为什么神给我们 什么 牧师 传道 来教导 来牧养我们 那神为什么给我们 同工 然后给我们 众弟兄姐妹 一起 做这个主工 一起服侍 也为众人带导 这样 这个都是神 做工的一个途径 那因为祂是什么 因为祂是在 以福所书 第四章说 祂是那 超乎 众人之上 关乎 众人之中 也住在 众人之内的那位神 所以感动众人的那位主 所以重点是什么 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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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有众人 一定有教会 有肢体 看到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 这个肢体的关系 那有一位肢体是 我们看到有一位肢体 受了神的差遣 来为扫罗的 那个按手 祷告 这个勉励 他的话 那是多么的重要 各位我们 我们是非常需要 这个自己之间 彼此的那个 扶持 带导 还有生命的见证 有时候特别是 在我们软弱 无助的时候 那有时你软弱的时候 你看不见这个 主的爱 你怎样也祷告 怎样祷告 好像看不见主的爱 所以这个 在以福所书 三章十八节 那边说什么 那边说 我们要与众圣徒 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所以要和众圣徒 一起明白 所以长阔高深的爱 能够 能够浇灌你的心 能够在各种 患难当中 滋论你 扶持你的 这个爱 这个爱是要怎样 要与众圣徒 一起得着的 这个 以福所书是这样讲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使徒信 在九章十七节 后面的时候 他有说到 他就是耶稣 他打发我来 那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那有些 有些解经家 就说扫罗 你看扫罗是在这个时候重生 因为这里讲到一句话是什么 圣灵充满 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这里所讲的圣灵充满 是得着一个能力 得着恩高来服侍神 更重生 这里不是指重生预见神 不是这个 那扫罗重生预见神是在几时 是在三天前 他在那个大马士哥的路上 所发生的事情 那你他重生预见神 但是现在是要透过一个 肢体的代导 给他一个恩高 叫他的生命能够被建造起来 然后能够跟从主 能够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要分辨的是什么 圣灵的内住 和圣灵的充满 我们要分辨这两样 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 很多人将圣灵是混杂起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保罗福士 宗教会之后他所写的一些书信 其中很明显的就是在以福所书 一章十三节那边讲到 我们听了福音 信了基督 听信的结果就是什么 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阴迹 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阴迹 所以这个叫什么 圣灵的内住 我们是先受了圣灵的内住 然后过后才被圣灵恩高 我们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各位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充满 充满我们叫我们放胆的 有能力的传讲 跟从主 服侍主 这个圣灵的恩高 所以有些人就问圣灵充满 是不是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你按手 因为教会界有很多这样的practice 就是按手的这个形式 那各位要明白 重要的不是那个形式 而是那个人做那个举动的观念 是什么 那我按手 他就有圣灵 我按手 他就有圣灵 从哪里看到 从哪里看到 九章吗 圣经里面 亚拿尼亚给扫罗按手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 用这一段 断章起于的这样理解 这样来理解这个 圣灵充满这个很深奥的事情 所以跟各位说 圣经也有其他经文在讲这个事 但都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各位理解 比如说如果讲圣灵充满的时候 在哪里可以看到 以福所书 五章十八节 你们乃是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如果讲到被圣灵充满之前 保罗讲到什么 讲到你们 要明白主的旨意 要明白主的旨意 不要追究 然后又讲这两句话了 所以你们要看到 要被圣灵充满先决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是要明白主的旨意 从哪里明白 从神的话语 神的道 所以从神的道 你明白主的旨意了 清楚了 清晰了 之后还有什么 不要追究 对不对 那酒能使人放重 放荡 通常追究的人都是什么 不清晰的 混乱的 模糊的 所以你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定是不会 好像喝了酒一样 迷迷糊糊 很嗨 这样不会 然后你有圣灵的 因为你有那时候 是什么 有圣灵的喜乐 当然酒也叫你很快乐 但是这个醉酒的这种快乐 跟你这种圣灵清晰的喜乐 是不一样的 各位先要理解 那你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 你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主要你做的 然后你心里很坚定不渝的 要跟从主的时候 那个叫做圣灵充满 清晰的 所以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像 当你有一个心智 我一定要向这个人传 主啊你充满我 我要向这个人做见证 我要向这一群人讲道 那如果你只有这一方面的心思 一个心思吧 只要完成这个主的旨意 那时候你 圣灵充满 那我应该是圣灵充满 现在 对不对 所以那个 那时候就恩高也来 你的心智也来 然后你就一定要完成 主的工作 这样对吗 所以那种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的 然后一些音乐 让你昏昏迷迷这样的 然后举手啊什么灰手啊 什么然后倒下去那种 那种 那种不是圣灵充满 不是 圣经没有这样讲 所以那个是什么灵 不知道 don't know 所以我们这样明白就好 所以扫罗是没有迷迷糊糊的 扫罗等下是要看见的 清楚看见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刚才读罗 使徒行传九章十八节 扫罗的眼睛上是 好像有灵 那立刻掉下来 然后叫他能够看见 那这个路加 路加写的嘛 对不对 路加是医生 所以他是用一个肉体的比喻来讲 就好像 的确好像是有一个灵 这样掉了下来 那其实这个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他的心灵 这个不但是肉眼能够看见的 而是他的心灵是真的打开了 心灵的眼睛打开了 那下面我们再看就看到什么 于是他起来受了洗 然后他就吃过饭 就健壮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两样东西 所以很多人就会错过这个部分 那保罗原来他受了洗之后 这个时候你 谁为他受洗 对 亚拿尼亚 对不对 一定是亚拿尼亚 那谁给他吃饭 亚拿尼亚 亚拿尼亚给他做饭吃 因为他三天没有吃喝 对不对 所以无论好不好吃 他都很开胃 所以受洗是什么 就是遵照主的吩咐 这个也是人一个灵性的需要 那如果你信 然后你不受洗 这个就有点奇奇怪怪 所以信 而要受洗 信要受洗 所以保罗马上就受洗 所以满足了他整个的 灵性的需要 所以各位 然后之后就什么 给他吃饭 灵性的需要满足了 要给他吃饭 健壮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肉身的需要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 在牧养人 在照顾人 很多时候是 往往是不齐全 在这方面 那有些人只满足人的灵性 就是一直要读经 查经 为他祷告 然后却忽略了他 肉身上的需要 那心灵里面有一些的痛苦 家庭有问题 然后他有一些的 对前景的一些担心 所以这方面你没有关怀他 那各位 这个也是不行的 这个也是不行 那你说 有了神的话吗 自己祷告啦 那这句话是这样的 有对 也有不对 那如果这句话绝对对的话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牧者 自己祷告就好 为什么要给牧养我们 然后教导我们小组长 还是什么的 为什么 那圣经为什么要讲 彼此关怀 彼此相助 然后担当彼此的软弱 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所以我们不能用一种 很理想化的来说 读经啊 祷告啊 然后你就好了 自己走出来 这样 那如果今天你有什么问题 祷告啊 祷告啊 然后你讲 祷告什么 我都祷告了 还有祷告 所以 所以 牧养的 不能懒惰 不能懒惰 所以你要擦烟 何为 上帝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 当然我们不是说 灵性的需要 不重要 灵性的需要很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人也有肉身的需要 所以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关怀者 就是整天 关怀人的肉身的需要 去他家探访他 然后给他做饭 给他洗衣服 给他扫地 各方面的满足 他肉身的需要 但是却没有把 用神的话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那这个 也不行 这个也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 那个人慢慢就只有 关注你 你这样好用 因为他 他肉身满足 但他 灵性的丰盛 他跟神的那种关系 跟神的那种清交 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他没有读了神的话之后 他被神的话光照 满足 然后他能够跟神祷告 跟神交通 没有这个 他只有看到你 你拍来的 很好用的 他就一直这样 看看 看看 然后有事情的时候 就 谁可以来帮助我 谁可以来照顾我 他就这样了 所以 一个好的母子 或者一个好的关怀者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两方面都有一个平衡 一个balance 很平衡的 能够照顾到 灵性 还有肉身方面的需要 比如有些肢体 很可能需要一些 探访还是什么的时候 那有时我们小组长 或者探访组的一些同工 就要去做了 然后也跟大家一起 来带导 那如果有些情况 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们教母同工们 就要一起去商量 祷告 然后再确认 要怎样做 这样 所以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各位自己也要 靠主 所以要两方面 自己也要 读了神的话之后 也要受教导 然后祷告 然后依靠主 然后那些 有时一些很急需 很急需的情况 也要让教会知道 然后教会就要看 怎样去帮助 怎样去协助大家 OK 那我们再读最后的一句话 九章十九节 四锅饭就见着 那我们很快下个星期 我们就会 下个星期 对吗 下个星期就看到 过后扫罗在会堂里面 就宣讲耶稣罗 但是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最后一句话 是讲到 扫罗和大马四哥的门徒 同住了一些日子 所以各位从这里 我们会知道 一定是这个亚拿尼亚 把扫罗带进 那个当地的教会 然后扫罗也开始 加进了什么 教会的生活 所以这个很奇妙 对不对 之前他逼迫的对象 现在成为他 他的body 他永远的肢体 他彼此相爱的一个对象 这个很奇妙 所以这里我们要这样说 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是不能靠自己 独自地过一个信仰生活 他需要被带到一个 新的关系里面 什么关系 就是教会的肢体关系 与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同地成长 那我们是不能靠这个 网上来听星期 然后来喂饱自己 这样 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被造的人 我们有心灵 我们有灵魂 然后我们有肉身 所以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思意念 饥渴的听到 渴慕 饥渴的听到 然后我们考究 圣经 也需要肢体之间的 带导 关怀 还有他们的生命见证 来鼓励我们 所以有些信徒 有些信徒走到一个地步 就出现了一个瓶颈 就生命开始枯干了 那有时是因为 他自己没有好好的 有一个灵修祷告 没有面对神 面对跟神的那个关系 也没有 与神的关系 也没有借助这个神的话 而建立起来 但是 有时候 是因为 他忽略了 肢体之间的那个关系 肢体之间的 那个彼此的相交 有可能他就忙于自己的事 然后 与主内的肢体 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觉得 格格不入 好像不同世界 那参加完主乐的时候 也没有跟自己 有一个交通交流 然后就 很快就 就走掉 就离开了 所以这样的人 如果在信仰生活里面 你会陷入一种的 孤独感 孤单感 所以有时候 家庭里面的问题 你孩子的事情 你工作的压力 连你一些很简单的 一些柴米油盐的东西 你就担心这样 其实有时是足够的 但是你一直担心 未来 一直担心前面的日子 不懂还有没有 其实你也知道 神的话有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但是你是听了这个话 但是你没有 听到一些肢体 肢体的一些生命的见证 你没有跟他们一起 彼此的代祷 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相顾 你没有这样的时候 你心里面 只有懂得一些道理 但是你的心 没有被滋润 你没有被神的爱 教官 所以以福所说 第三章 这边有说到什么 有说到这个爱 刚才神的爱教官 这个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 它原文是超乎人的知识 超乎人的知识 原文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只靠知识是不够的 那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心灵 有这个情感 我们有这个感触 有触碰 这样 那各位 各位要看到 各位要看到 肢体 然后听到肢体的祷告 然后有时 听到的时候 一起讲阿们 然后一起唱诗歌 那这会叫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刚强起来 有一个肢体 有一个家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 在教会里面 跟同感一灵的人在一起 不要轻看 我们一起 彼此相交 然后我们一起 服侍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也鼓励各位 怎样 鼓励各位 参加小组 所以我们咒识和咒语 都有小组 所以在小组里面 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 也透过神的话来 我们彼此扶持 彼此坚立 当然偶尔 一起学习神的话 至于偶尔也去 一起吃下好料 这样 太多也不好 太多也不好 这样我们就能够过一个 很健全的一个 信仰的生活 所以当然我们 自己 我们大人是这样 孩子们也是需要 对不对 所以你带你的孩子 到这个祖乐学 然后跟一群的孩子 一起的长大 当然每个孩子的个性 他们有不同 有些比较文静 有些比较好动 但是他们在祖女 在这个祖的家里 一起的长大 那将来会成为 怎样很重要的 一起的同工 彼此的扶持 对不对 所以当中有一些 肢体软弱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肢体 就会扶持 就是这样 年轻人也是要这样 所以我们年长的 我们年长的 有时候你跟他讲 你要爱主 那他 他不会挺 这个叔叔很烦 对不对 但是如果在他旁边 跟他同龄的 在他旁边的肢体 他同辈的 那劝勉他 那就不一样了 尤其有些孩子 在走过一些青春期 走过一些叛逆期的时候 那他需要他旁边的 一些的同类 同类人 同龄的肢体 然后也爱主的人 就拉他一把 勉励他 拉他一把 然后他就过了 那个时期了 所以各位 不要轻看这个过程 所以教会生活 肢体生活 是真的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讲到教会 就是两个观念 对不对 一个就是 Ecclesia 就是被造出来的意思 被造出来 Ecclesia 然后另外一个是 Synagot Synagot 就是要聚在一起的意思 造出来 聚在一起 所以你被造出来了 我们一定要实体的聚在一起 这个就是教会 一起的扶持 彼此的相交 所以最后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信了主之后 一定要 归入教会 归入教会 然后是一定要将 这个新生命 带进去教会的 这个新生活里面 明白吗 所以信主 新生命 新生命 新生活 我们一起 带着带领他 主 我们也知道 你会一样 怎样的带领我们 那其实也 其实也跟我们 忠信徒 也是一样的 因为主 不让我们 轻看 主 你所看重的 每一位 主 也感谢你 借助今天的信息 再次让我们 看见主 用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 教会里面的职份 不管有职份 还是没有职份的人 忠信听从主的门徒 主也一定使用它 感谢主 也愿主 让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一个 亚拿里亚一样的 让我们不单 自己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儿女 也以这个教会为中心 的这样建立 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让我们在这个 真道上 还有我们的 自体生活上 这两方面 我们都有一个 很平衡的成长 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Amen